回来的路上,他说了一句话,他说,小贵是个诗人,说他走的也像个诗人,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,是吧,就是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 我没有发现,他真心佩服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,但这绝对不是源于傲慢和轻薄,而是因为他的标准,评价标准是世界文学公用的标准,如果中国没有人到达那个高度,他就无法为新的赞赏。 此外,王小贵与我的爱情故事似乎已经成为经典,有一次我偶尔看了像诗人,其中会有一个逗跟的,他就说,有个作家把女友的,给女友的情书写在了五线组上,这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故事吗,从后来爱女就像爱生命,是小贵所有的书中卖的最好的一本,也可以看出, 王小贵现象当中,我们的爱情故事,也的确是一个无法故事的内容。 在王小贵世世22年之际,让我们共同怀念他,掠掘他的文字,理解他的思想,分享他为我们创造的奇妙无比的精神世界,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经验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